咱们吃面就一定要有这种感觉啊 日本人吃面就一定 嗯 香 哈喽朋友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板面美食 点了一个板面3块5的 咱们感受一下啊 他们家给准备了很多的调料啊 各种调料 胡椒粉 酱油 完了还有小辣椒和辣椒 不错啊 一会儿我们来一点这个胡椒粉 胡椒粉很提味啊 朋友们 你们别看这3块5的板面啊 他给你放的东西很多啊 一粒蛋 然后还有肉 然后还有白菜 哇 真的 人家这个 而且他这个面的量也很大 还有姜鱼仔 哇 超值啊 3块5 在现在什么都涨价的情况下 他还卖3块5 可谓是良心啊 朋友们 今天我在马林百乐的小贩中心 今天过来呢 本来是来吃榴莲的 但是我也吃了啊 咱现在不说榴莲了 咱们说什么呢 板面 对没错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板面的故事啊 从我知道板面的时候呢 是在中国 安徽的板面 因为安徽那个地方啊 他们产 这种宽的 面条 然后他们做板面是什么呢 调料里面加很多的辣椒 然后搁一点 小油菜 然后搁个鸡蛋 搁个豆腐干 就是一碗板面 板面上面的那个那一层红油啊 哎呦 看着就啊 看着就感觉辣 实则吃起来也真的辣 而且呢 安徽板面 他们要的就是这种 长的红辣椒 那个红辣椒 不瞒大家说辣不辣 真的辣 然后你一作 哎呦 那个叫辣 但是很香啊 它那是用密质的调料 调出来的辣椒汁 浇到这个面上 说了这么多呢 我刚才讲的是中国的板面 但我来到新加坡以后啊 我就看到很多的小贩中心的摊位上卖板面 我说哎 怎么这个地方也有板面啊 难道是安徽板的板面吗 不瞒大家说我就排队 之前我就吃过一次 完全跟我们中国的安徽板面 一模不一样 当然新加坡的朋友都知道了 你们这里的板面 第一次吃的时候让我很意外啊 我说怎么是这样的一点辣椒都没有 对不对 汤也是白白的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你们这边的板面啊 可能要放一点鱼汤 去调这个味 然后呢 里面呢 也不放辣椒 但是吃起来呢 来一口啊感受一下 嗯 发一点淡淡的咸 就是鱼的那种鲜咸 然后如果我们爱吃辣椒的呢 点一点小红辣椒的汤 哇也很辣 然后呢 这个虽然都叫板面 但是真的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板面 吃法做法都不一样 安徽板面吃起来就 特别辣 你们这个 香 哇肉脆啊 好吃 它的肉 调的跟那个丸子一样 很香 嗯 嗯 今天在这个马林板街小饭中心 找的这家七七板面 好像在别的小饭中心我也见到过 但是他们家这家做的呢 我也是第一次试了 我总之我感觉呢 口感不错 对于我们经常吃辣的那种特别辣的板面的人来说呢 在吃这个感觉 哎 很新颖啊 这个口感很不错哦 嗯 很香 它是那种 姜鱼仔在里面啊 就是那种鱼味的香 然后还有这个小白菜 嗯 刚才给大家也介绍过了 他家给的料很足 这么大的一碗才三块五 真超值 现在什么都起价啊 人家这不起价 我从这一点我就得给他个赞 当然了 他们家这个口味做的也确实好吃 哇 棒 特别香啊朋友们 如果大家来这边买榴莲 顺便就可以吃一碗板面哦 是吧 地址给到大家 84 Marine Parade Central 0108 Singapore 44008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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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